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我们人间有太多的生老病死苦 愿症会苦 爱别离苦 生老病死苦 极乐世界没有各种灾难 也没有三恶道以及魔来干扰你的名字 所以注意听 魔脑之名 无魔脑之名 魔脑进化起来 所以极乐世界修行的人绝对不会着魔 不会着魔的 也就是说佛的力量大过于魔 因为阿弥陀佛的功德力 所以极乐世界修行不会有魔脏 也没有春夏秋冬时间的分别 也没有寒 暑 冷 热 下雨的差异 或光亮跟不光亮 在这边太热的时候你要吹冷气 冷气退退 它就哈啾 你有感冒了 其实我们的这个人臭皮囊是很难照顾的 接下来极乐世界没有大小的河流 海 丘陵 坑坎 凹凹区区的山洞 也没有刺人的荆棘 更没有沙漠 也没有铁围山 须弥山 土石等 为什么呢 因为极乐世界没有这些恶业 极乐世界的人全部都是清净兴趣的 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都是呢 信念不乱或一心不乱去的 所以因为心一样 所以去了极乐世界看到的都是一样庄严 怎么庄严呢 请看下面经文 唯一自然的七宝 黄金为地 宽广平正 不可献极 非常的微妙庄严 清净庄严 超过十方一切一切佛国土的庄严 所以最庄严的佛国土事实上是西方极乐世界 阿南文仪就问了世尊 释迦摩尼佛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这个地球有须弥山 我们刚才介绍南瞻部洲 是须弥山的南部 须弥山是日月环绕的地方 我们在南瞻部洲之南 阿南就问 带众生问 释迦摩尼佛 极乐世界若没有须弥山 请问他们四大天王 刀立天 大范天这些住在哪里呢 佛就回答 佛告阿南 请问 叶摩天 兜率天 乃至于色界 无色界 一切的所有天众 请问在这个地球上 他住在哪里呢 佛反问他 请看幻灯片 刀立天 大范天 各位 如果有去新加坡的话 新加坡的宝连禅寺的大殿就有这个 释迦摩尼佛 右边是帝释天 左边是大范天王 这个呢 就是佛讲般若会上 佛菩萨的造像 在东南亚里面很少看到 新加坡也很少看到 我是去香港的时候 朝圣的时候 去过一次的时候 我拍的非常的庄严 看一下右边 释迦摩尼佛的右边 有胡子的指责帝释天 帝释天就是一般我们讲的玉皇大帝 其实他也是佛弟子 也是佛的大护法 左边是大范天王 范世子清静 所以他带宝观 他和双眼像个大秤的菩萨 第四天跟大范天王都是佛的圣弟子 尤其呢 大范天王最擅长于讲 摩赫波日波罗密经 那阿南准者被佛一问 佛就问他 那请问这些大范天王住哪里呢 请看二十一页 阿南白言不可思议的业力所致 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是不可思议的业力所显现的 佛告诉阿南 不可思议你真正明白吗 你不一定明白 阿南啊 你这一生投胎做人可以出家 你的果报是不可思议的 佛对阿南讲 当然他讲当时的印度的众生 跟云云的众生 众生生老病死 六道轮回的夜报也是不可思议的 所谓不可思议不是以单一 因单一元或单一果可以去解释的 可是啊 虽然众生的夜报不可思议啊 告诉你 反过来说 众生啊 他升起善根要学佛的时候 那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临终的时候 你劝他念佛 他会念 为什么 善根升起 我们每个人都有佛性 当在最苦难的时候 你劝他要学佛 他平常不信的时候 有时候最苦难的时候 他会相信 众生的善根不可思议 接下来 诸佛菩萨都有大悲愿力 所以诸佛的胜利 诸佛的世界 诸佛的世界这里是指 诸佛的净土也是不可思议 为什么呢 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啊 是因为他自己修的善业功德力 助行业力 及佛的神力 所以能够成就西方极乐净土 好 这一段话很重要 看幻灯片 我打红色的字 就说极乐世界 为什么这么殊胜呢 注意听 有两个原因 一 我们众生 每一天 在十方佛国土 修持的功德力 发愿回向求生极乐世界 就像我们讲今晚 我们也把我们的功德 回向极乐世界 所以十方所有的众生 都把功德回向极乐世界 所以极乐世界越来越殊胜 这是从众生的角度讲 第二个 佛的神力是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 跟多生多结形六度波罗蜜 广度众生 所以他现在已经成佛了 所以他的成佛的功德也圆满 所以 也就是说 我要讲的重点是 释迦牟尼佛告诉阿南 为什么极乐世界可以这么殊胜呢 是第一个 众生回向的功德力 第二个 佛的大悲愿力 这两个功德力 所以极乐世界非常非常殊胜 那当然其他的佛也很殊胜 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 我们有时候呢 在这个世界的众生 当然有些人求生要是净土 有人求生观音净土 可是你在做比率上来上 大家跟阿弥陀佛的缘比较有缘 所以大家大部分都是回向求生 阿弥陀佛净土比较多 所以七方极乐世界 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讲 他的功德是比其他的佛净土还殊胜的 为什么呢 再来看 阿南白言 夜阴果报不可思议 我对于这个佛法 对于这个法门 实在上我是没有疑惑的 但是我为将来 看不到释迦牟尼佛的众生 听不到佛亲自说法的众生 破除他的怀疑的以往 所以我问这个问题的 好 请看下面 众生 业力不可思议 请看 大海中 云云的众生 鱼 大海里面有很多鱼 新加坡的有些 非佛教徒也很喜欢吃海鲜 你想想看 鱼里面有多少的生命啊 对不对 动仰是同样一个种族的鱼 那因为夜的显现 都变成金色的 或同一个颜色 众生是无量无边的 众生不是只有你 现在我们大家看过 所有听经的人而已 也不是只有你想象 这样新加坡只有 三十万到四十万的 佛教徒而已 全世界有云云 无量无边的众生 再看下面 因为夜的显现 有些鱼长得很丑 有些鱼非常的漂亮 有些的鱼呢 叫富贵鱼 有些的鱼叫黄金鱼 有些的鱼呢 像小鱼竿 就是给人家吃的 或是给动物吃的 可见每一个众生 的夜也是不一样的 再看下面 这是什么 水母 水母是透明的 看起来很漂亮 但越漂亮的东西呢 有刺 对不对 为什么有刺呢 它的夜显现 像蜘蛛或黑寡妇 越黑的越毒啊 而且黑寡妇呢 这个蜘蛛一生的时候 你有听过吗 妈妈黑寡妇 这一生的时候 所有的小蜘蛛跑出来 就是把妈妈给吃掉的 夜啊 夜的显现 所以众生是真的很可怜的 阿弥陀佛看到十方 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他发愿 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三恶道的 不但没有三恶道的果 最重要你连三恶道的因 都不去造 这样子才是清静的 好 那我再讲一点点 好不好 请看二十二页 其他的各个版本 请你自己看 英文的呢 请新加坡的年轻联友 你可以先看英文 再回来看古汉文 请看二十二页 第九行 庚三报身殊胜 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向好庄严的身体 有什么殊胜呢 一共有八条 一共有八条 第一 心一 三 身兮金色院 我做佛时 十方所有的世界 十方世界 所有的众生 生到我西方极乐世界 都像佛一样 是子磨真金色身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每个人都是金色的 金色当中 还有带一点子 会发亮 是磨的子的子粉 叫子磨真金色身 第二个 心二 四 三十二项院 每个人都有三十二项 大丈夫像 所以注意听 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男生 也没有女生 通通是大丈夫像 这个大丈夫像 是超越男跟女的 举一个例子 若有机会 你看到敦煌的 观世音菩萨 就是大丈夫像 哦 我有一张 对对对 好 看一下 这张观世音菩萨 我待会还会讲 看这里 敦煌的壁画 观世音菩萨 它跟阿弥陀佛一样 在灵中间影呢 这个在敦煌壁画里面 这尊观世音菩萨 它就是有留胡子的 所以观世音菩萨 不是男的 也不是女的 它是大丈夫像 那大丈夫像 在壁画里会表示 所以他画胡子 那在敦煌壁画里面 这个叫做 接引传方观世音 它有点像 我前几天介绍的 回首阿弥陀 记不记得 日本有个回首阿弥陀 不当阿弥陀佛这样 观世音菩萨 在接你去西方极乐世界 会回头看一下 要跟上啊 就是这样 只是怕你跑到 边地移沉 或是你心散乱 没有办法 一心不乱 所以这张图 壁画你看 观世音菩萨 回首互念一个 文武百官的皇后 她是虔诚的佛教徒 要求生极乐世界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每一个人都是 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所以他没有男女相 这点大家要了解 好 生都是子魔 真基因色生 每一个人都是三十二相 大丈夫相 请看 星三 五 身无差别愿 每个人到极乐世界呢 都非常的端正 向好庄严 很清净 很干净 而且都长得一样 没有差别 若形貌有差别的话 有好跟坏的话 他就不成佛 好那现在反过来想 阿弥陀佛为什么要发这个愿 为什么到极乐世界的人 通通都长得一样 那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为什么 你如果长得漂亮一点 我长得很丑 那你就有嫉妒心啊 嫉妒心就会有烦恼 那你就会有恶念 恶念就会继续轮回啊 所以阿弥陀佛知道啊 娑婆世界的众生 都很喜欢啊 比漂亮的 所以大家去都一样庄严 这是真的 男生女生去的都是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听好你是莲花化身 所以你不是男生 也不是女生 七方极乐世界 没有女人 反过来讲 西方极乐世界 也没有男人 讲男生跟女生 是在生理的这个 生理的构造上的差别 西方极乐世界 通通都是金色身 三十二相 而且通通一样庄严 那你现在就有个问题 那通通都那边一样 那我怎么知道 谁是谁呢 你有神通 你知道 这个人啊 就是过去新加坡那脸友 专门打瞌睡的那个 最混的那个 后来呢 来得近的极乐世界了 比较晚一点来 你有神通 了解吗 好 所以请看下面 好 所以看西方极乐世界的 长的人都是这样的 请看 翻灯片 全部呢 都是呢 三十二相 看西方三圣站着 右下角都是庄严的 而且头上都会放光 看起来都像比丘生 指责代表三十二 大丈夫相 身没有差别 为什么 因为阿弥陀佛知道 有好跟坏的差别 就会有分别心 有分别心 你就会产生嫉妒 嫉妒也是烦恼 轮回根本的很重要一个原因 所以他就发愿 到西方极乐世界 大家都长得一样庄严 那你就没得比了 所以西章呢 西方极乐世界 大家也不会比 你穿得比较时髦 我穿得比较丑 不会 大家都一样庄严 再看 看这张图 我们有时候看 西方极乐世界的 变文图里面 图片里面有画小孩 对不对 这一院我当还在后面 二十四院莲花化身院的时候 也会讲 注意听 西方极乐世界 一往生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长得一样 所以不是小孩 注意听 假如一往生有小孩 小孩就会长大 长大就有生老病死 那就不叫极乐世界 知道吗 小孩会长大 就是无常 那老就一定死 那是不是西方极乐世界 有骨灰塔呢 没有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是永远的无量寿 每个人都一样庄严 所以我要说明的是 你这里看到的 敦煌壁画 或一般人画 极乐世界的变文图说 莲花化身 有可爱的小朋友 那是方便说 代表呢 往生极乐世界的人 心很精进 像呢 善才童子一样 不失赤子之心 事实上 极乐世界 没有小朋友 有小朋友 就有老人家 那极乐世界 又有生 就有灭 就有轮回的痛苦 了解吗 好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好了 不能再讲了 再讲 今天大家都要在这边 打佛七了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明天从22月的第15行 超市稀有第18 这第3第4第5月呢 我还没有讲完 我只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极乐世界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殊胜的 阿弥陀佛在每一院当中 他都为了呢 能够从贪嗔痴烦恼的根里面呢 斩断一切众生的分别 所以他发的大愿呢 很精简 但是博大精深的 先静坐三分钟 请观想自己坐在大宝莲花里 当下就是极乐世界 宽祭堂念佛式的佛堂 当下就是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就在当下 有点你心显现的 我们现在大家就像 莲石海会佛菩萨的眷属 一起在共修 所以请把肩膀挺直 身体放松 这个方法很重要 希望大家常常练习 举一个例子 我们在跑步的时候 跑步 跑一跑 跑跑很累了 或者呢 当你这个人有忧郁症的时候 你去看医生 医生跟你讲 深呼吸 深呼吸 其实不管你是不是佛教徒 是不是宗教徒 人类一个最深奥深奥的 跟我们永远在一起的 就是呼吸 所以专注呼吸 所以专注呼吸 是可以让你证阿罗汉果 专注呼吸 加念佛 可以是让你成佛的 所以希望你们常常练习这个方法 不用拿念珠 你不用管我念几声 但是呢 它是在训练你 念的呼吸的时候 你很专注 这是重视在你念佛的效果 而不是去算它的数量 这一点大家要练习 好不好 好 虽然很晚了 但是我有想到有些连友赶回家 冲个凉呢 还要发愿文的话 已经很晚 好吧 那我们就一起发吧 请翻开第六页 发愿的时候要很真心 心不要急 不要嘴巴念 我想想待会出去公车 出门的时候 先踏左脚还是踏右脚 不要那么急 不差那么一点点 发愿的时候想 我今天就要断气了 我现在就走了 我对自己 对家人 对新加坡 跟无量无边的众生 我都一起发愿 希望他去西方极乐净土 当你心量越大的时候 你愿的力量就会越大 好 我们一起念 但心不要急 我想我 前两天我带过你们 上一次我带过你们念 这一次我们一起念 但心不要急 请合掌 先观想 阿弥陀佛西方三圣 就像幻灯片你看到了 就在你的头前面 非常的大 有一层楼跟两层楼 这么高 阿弥陀佛捧着金色的莲花 放光来接迎你 我们现在就要去极乐净土 好 一起念 愿我愿我灵愿 愿我灵愿命中时 净除一切诸障碍 面见彼佛阿弥陀 即得往生安乐差 我既往生彼国已 现前成就此大愿 一切愿称谈 一切圆满静无余 立了一切众生界 辟佛清晦 费清净 我时余圣莲花身 轻度如来无量光 现全受我菩提记 蒙彼如来受记忆 化身无数百巨之 智力广大片十方 普立一切众生界 乃至虚空世界境 众生极业烦恼境 如是一切无尽时 我愿就尽恒无尽 我此普贤徐盛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差 愿经理佛发愿 修持功德 回师有情 四恩总报 三有其之 法界众生 同缘总治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个见闻最好是能够念三遍 因为我们讲座的关系时间有限 所以我只带大家念一遍 希望你能够把它背起来 昨天教了这个唐朝非习禅师的呼吸语 这个念佛 请看幻灯片 今天要教大家光明响 光在大乘佛法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观响里面呢 光响光也是很重要的 请看幻灯片 这是大日如来 代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 不管小狗 小猫 菩萨 声闻的圣人 乃至我们凡夫 我们都有自己的佛性 佛性在这张大日如来里面 大日如来是属于东密的造型 所以它的身上呢 充满了智慧的火焰 代表我们自己佛性中的光明 请专心听 有些人有在海音谷市听过 不过我今天要用光明响教大家观阿弥陀佛 然后自己安住在自信弥陀的无量光中 所以请专心听 观响的方法它有步骤 可以分成很详细 也可以分成很简单 那我们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 待会你观想的时候 你就观想大地当中就是极乐世界 你现在就坐在大宝莲花上 前几天有说过 莲花可以想象你自己喜欢的颜色 白色的 金色的 红色的 透明的 彩虹的都可以 在这七宝池莲花当中向右旋转 光中就出现佛 那图片上这一张呢 事实上是释迦摩尼佛 没关系 你观阿弥陀佛 因为阿弥陀佛也可以说法印 这是观想 一刹那之间极乐世界的大宝莲花 向右旋转出现光中化佛 阿弥陀佛一尊 现在先观一尊 第二章 一尊阿弥陀佛 然后向旁边 变成很多很多的光中化佛 就像绕一圈一样 先观一圈 不要观两圈 因为你必须从简单的开始练习 你的心才比较容易得定 等到你心得定的时候 你要观两圈 三圈 四圈都可以 你就观想 光 阿弥陀佛向右旋转 然后放光 然后所有就有一圈光中化佛 每一个都是跟阿弥陀佛一样的 接下来 你的心中很虔诚的合掌 待会我们先会先合掌 然后呢 你观想 你的心中放出五彩的光 往上走 供养一切诸佛 就像你点香一样 点完香以后 香都会往上飘 你很想看那香是往下的 它一定是往上飘的 你观想你的心中 能够放五彩的光 往上供养阿弥陀佛 你用你的清净的身口意 供养阿弥陀佛 这时候阿弥陀佛接受你的供养 因为你要去极乐世界 他非常的欢喜 所以接下来 阿弥陀佛他也放光是五彩的 加持你 照在你的头上 身体上 你整身也变成是透明的 再讲一遍 这个光有两次 第一 由下往上 供养诸佛菩萨 像香一样 是彩色的 阿弥陀佛非常的欢喜 你想到阿弥陀佛微笑了 阿弥陀佛也从上往下 照五彩的光 像透明一样 照在你的身上 当照在你身上的时候 就像太阳光一样 照到你的头顶 身体 然后呢 还有你做的莲花 一刹那之间 你也变成是彩虹的 是透明的 前面你还有你的身体 现在呢 阿弥陀佛照完你以后呢 因为佛的加持 就变成透明的 好 接下来 看在下面一张 阿弥陀佛本身的佛像 也是空性的 那 一般我们观阿弥陀佛的时候 都会观木雕 或是金的 或石头的 那各位老菩萨 跟各位联友注意 不要去观硬邦邦的 比如说手上我拿的木鱼 是硬邦邦的 你有硬邦邦的话 你就会有增长执着 事实上佛的身体 是空性的 是透明的 假如你观想是硬邦邦的话 你就会觉得 哎呀 这个阿弥陀佛太大 太大了 这个 宽济堂啊 念佛社 这个大殿哦 好像撞到天花板了 你就会有这样的分别 然后呢 你因为观想它是硬邦邦的 然后有些人就会头晕 有人呢 就会眼冒金星 就会看到这种颜色 其实这些就是你的心绷得太紧的 心放松一点 第二个还有一个原因是 阿弥陀佛本身是透明的 是空性的 像彩虹一般 所以这个才会跟元起 星空相应 这样子的话 才会帮助你心 进入般若波罗密 所以接下来呢 第三张照片就是 光向右旋转 所有的阿弥陀佛啊 中间的跟全部的光啊 变成都透明的 然后它进入你的身体 从头顶进入的喉咙 到心间进入你的身体 就像图片所照的一样 再来 最后你就不见了 你就变成阿弥陀佛 这叫自信弥陀 最后一观 注意听 就是观想 你自己就是一尊阿弥陀佛 只要观一尊就好 不要很多尊 就在虚空当中 刚才你是坐在椅子上 有莲花 现在观想 你就同在虚空里面 所有都是阿弥陀佛 金色的无量光 你的心就安住在那里 若你的心跑掉的时候 就回来再想金色的光 心就安住在那里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了解吗 再复习一次 第一 先观想 一刹那之间 佛堂就是极乐净土 七宝池 八宫德水当中 出现阿弥陀佛 一尊 第二步 一尊的阿弥陀佛 向右旋转绕一圈 就变成很多很多的尊 一变成无量无边 接下来第三步 你心中很虔诚地想去极乐世界 所以你用清净的身口意 供养阿弥陀佛 所以就像彩虹光一样 由下往上 供养阿弥陀佛 接下来呢 阿弥陀佛非常地欢喜 所以他也放彩虹的光 从上面 像太阳一样照到你 所以你的头 你的脖子 你的身体 然后你的全身 也是五彩的光 当你观想到这个的时候 你的身体变成透明的 再下一步 所有的佛像形象呢 都化为空性 进入五彩的光 五彩的光 进入你的心当中 最后 你就是阿弥陀佛 坐在虚空的这个光明当中 了解吗 只有四步 好 现在我们先 请背挺直 想不起来没有紧张 你就呢 看着幻灯片 眼睛眨一眨 师傅会把光明响 最后一张放在上面 好 先静坐一分钟 放松你的身体 观想你坐在大宝莲花上 就这样 我们从物质转换为能量的时候呢 其实全部是转为光 凡夫我们看到的光是有限的 比如说现在看电灯 一按它就出现光了 对不对 你按对了插头 整个房间就充满了光明 光是有能量的 当我们心真的很清静地 在念佛的时候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时候 它整身也是放金色的光明 这是你心中 自信弥陀 所放的光 在凡夫 可能感受不到 可是在有修正的阿罗汉 或菩萨或天龙八部的话 当你看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它是真正放光的 在这里我就讲一个故事 廉耻大师 他没有出家之前 他是在家居士 然后呢 有一天 他的隔壁的邻居过世了 隔壁过世以后呢 然后呢 因为办伤事 所以人家就帮他帮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经 念阿弥陀佛 结果这个时候啊 然后呢 他自己啊 也走过去了 走过去因为他是佛教徒啊 他就念阿弥陀佛 他也念阿弥陀佛 后来他突然看到啊 旁边的人告诉他说 这位居士啊 你一念佛的时候 你万丈光芒啊 你头顶一尊 有很大很大的阿弥陀佛啊 然后他就问他 真的吗 你有看到吗 他说对啊 刚才呢 你也升起了慈悲心 看到人家往生的时候 你念佛帮他 谁是让你呢 头顶全部都是阿弥陀佛啊 而且你整身都放金光啊 你脚底啊 连鞋子都是金色的 他说你不知道吗 他说 我念佛念很久了 我没有去注意他 那因为那个人修行人 他是有天眼通的 可能像呢 灵媒一样 可以感受到特殊功能 或是特殊的磁场能量 后来呢 连鞋子大师听到这个以后呢 他就感动的流眼泪 说阿弥陀佛万德庄严 然后连鞋子大师就发心出家了 所以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我们共修的时候 大殿是放无量无边的光明的 光是存在的 存在从哪里来呢 从我们的心所显现的 当你的心越宁静的时候 你的光的力量很大 甚至可以告诉各位 这个你常常去观想 你这个观想的力量 是大过一个核子大战的 这个爆发的能量 各位你有没有听过 大陆好像很流行特异功能 台湾也有 香港东南亚有 有很多人这样拿着一个汤匙 有没有 然后动一个念头 汤匙就弯掉了 对不对 那是真的 为什么 它的念力很专注 很专注专注 专注到呢 这个东西啊 它真的可以把它弯曲的 但是呢 我们一般人没办法 我们的心很散乱 对不对 当我们很专注很专注的时候 就这样 嗯 太舒服了 佛堂真好睡 对不对 不然我们呢 专注的时候呢 就想 哎呀 糟糕了 对 明天礼拜天啊 好像又要送小孩去佛学班 下午要shopping 晚上要扫衣 打扫 要煮饭 洗衣服 哎呀 人生好苦 你看 你才观想一个 你的念头就不见了 所以我们的念力是 不够清净 而且不够强的 事实上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 但是我们佛教徒也不用去训练 每个人都拿个汤匙这样 弯一下 那要怎么样呢 弯一下呢 神通敌不过艳利啊 并不代表弯一下 你就可以去极乐世界啊 假如你把那个功夫转过来 好好念念阿弥陀佛 你不但呢 不在乎呢 你的汤匙有没有弯 你到时候念到欲知实质 见到阿弥陀佛的时候 你真正能够出轮回当中 得到解脱的时候 那才是最大的功德嘛 对不对 所以不需要花那些时间去练 练汤匙 我觉得去练习呢 汤匙弯的话 那不如呢 读一部普贤型面品的功德 比它大一点吧 好 所以这是光明响 请你多练习 明天我会用光明响 再教更细微的东西 好 现在请看 昨天请看讲义第二十二页 昨天讲第三 第四 第五 身都是金色的 四 三十二项院 五 身没有差别 昨天讲到这里 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每个人相貌都一样的庄严 没有好坏的分别 若连友没有讲义的请举手 最后一位先生 没有穿黑衣服的连友 请拿讲义给他 没有讲义你是不太听得懂 师傅讲什么的 谦卑一点好不好 好 若需要讲义 或需要服务你举手 然后工作人员会到旁边来 工作人员也可以请坐下 好 请看 所以昨天讲 为什么往生极乐世界的人 都要三十二项八十种好呢 注意听 是阿弥陀佛对峙所有众生的 这个分别心 因为你长得好 我长得很丑 那众生就会起分别 你长得时髦 我长得穿得不时髦 那你会就起嫉妒 所以阿弥陀佛为了让众生 不要产生分别心 所以他发愿 所有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呢 都是三十二项八十种好 昨天说过三十二项八十种好 不是男生也不是女生 它是超越男女的相对的概念 我们这边的众生 因为腹筋母血来投胎 所以有男生跟女生的 生理不同的结构 在西方极乐世界 每一个人都是莲花化身 所以不是男生也不是女生 这点要理解 尤其是很多联友看到了后面 国无女人愿就很不高兴 阿弥陀佛为什么国无女人愿呢 那你也可以写啊 国无男人愿也可以 其实极乐世界是没有男众 也没有女众 都是三十二项的 请看幻灯片 昨天有说 极乐世界的人都是三十二项八十种好 就像清净的生鞋一样 相貌都很庄严 身上呢都会放金色的光芒的 那昨天有说过 这张图片我在二十四莲花化身院会再放一次 我们看西方极乐世界的变文图里面呢 会画小孩 小朋友出生一投胎就是小娃娃 听好这是方便说 这不是真的 因为极乐净土的变文图是画给我们看的 是度我们这些众生 假如到西方极乐世界有娃娃的话 他有娃娃他就会长大 长大就会有老病死 那表示极乐世界就有无常法 那极乐世界就有轮回 可是事实上阿弥陀佛发愿 极乐世界是没有三二道 也不会再回来轮回的 所以图片中的小孩子是方便说 接下来请看经文 二十二页第十五行 超市稀有第十八 请专心听 我今天的火车会开快一点 会讲很多很多愿 因为我希望教大家 教到观阿弥陀佛 光明无量愿 请看超市稀有 各位讲义都有 我直接翻白话翻译 比极乐世界的所有的众生 所有的相貌 颜色都非常的唯妙殊胜 超出世间人所期望一夜的 非常的清净庄严 所以很有稀有 而且它长得都是同一类 没有差别像 那没有差别像 那人与人之间 怎么相互了解呢 我们会讲 它有五种神通 但是为了顺着 我们这个世间的 这个风俗习惯 所以讲极乐世界 有天人的名字 在极乐世界壁画里面 你会看到有 敦煌壁画的飞天 或是有人舞蹈 其实它有两个意思 第一 顺着我们这个世界的习俗而说的 第二个 注意听 是你往生前的时候 你的最后的形象 假如举个例子 假如我是比丘 我往生的时候 一投胎的时候 我还是会想 我是一个新红法师 披加沙的 因为你临终断气的时候 你的最后一个记忆会非常的强 假如是你在家女众 然后你往生的时候 你一往生 那一刹那莲花化身 在你的记忆里 你会觉得你是女众 可是事实上 你一看 左右的人都一样 然后你摸一摸 我没有这个啊 知道吗 大家都是透明的 对 然后呢 譬如说 你现在戴眼镜 对不对 有时候你记不记得 我们人在忙的时候 对不对 眼镜剥掉了 对不对 眼镜在哪里啊 眼镜在哪里 眼镜就在你手上嘛 一样的道理 所以你自己感觉你有眼镜 当莲花化身的时候 你也感觉有眼镜 可是一看呢 莲花树跟树之间有镜子 你透明看 其实我没有戴眼镜 所以讲天人是有两个意思 一 顺着这个我们世界而说的 第二个是 你灵终往生前 最后的形象 其实往生极乐世界以后 通通都变成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了解吗 所以了解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 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好 再接下来看 佛告阿南 譬如世间有一个贫苦的启人 比如说现在有个乞丐 站在皇帝的旁边 请问你觉得他的相貌形状 可以跟皇帝相比吗 当然皇帝比较庄严 再来 皇帝若比转轮圣王 转轮圣王 在印度里面像 他有转轮王的轮宝 他可以控制四天下 那世间的皇帝 若跟印度的转轮王圣比 来比的话 其实转轮圣王 反而是不够庄严的 是比较丑陋的 就好像一个乞丐 在皇帝旁边 接下来再看下面 若转轮圣王 微相第一 假如他要比 在涛立天宫的涛立天王的话 转轮圣王 又比不上天上的天王 因为天上的天王 是多生多劫所修来的 他的功德 智慧 愿力 禅定呢 是比人间的 这个转轮圣王 更大的 所以转轮圣王 跟涛立天王来比的话 他又是比较丑的 再看 假如第四天 第四天就是玉皇大帝 比第六天的天王来比的话 那百千万亿倍 是不能相比的 接下来 第六天的天王 是我们这个世界最庄严的天王 假如跟西方极乐世界 所有已经往生 莲花化身 或将来会往生的国中菩萨 或是声闻 圣人这些 他的光芒 颜色 相貌是百千万亿倍 都比不上的 可见西方极乐世界的 菩萨众的相貌 是非常庄严的 再看下面 所处的宫殿 衣服 饮食 在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呢 他去的时候 我们还是有居住的概念 举一个例子 我们在这边 晚上呢 你要睡觉的时候 你会想 我要回到家 然后我才睡觉 同样有些老菩萨 可能出国旅行的时候呢 在旅馆住啊 那不同的房间 他会认床的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安全感 我要认到自己的家 我才睡着 同样到极乐世界 其实莲花就是你的家 但是你还会执着 奇怪我的房子如何呢 有你的新变现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就有宫殿 衣服也是呢 非常的庄严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其实不用吃饭 但是我们在这边呢 你看早餐起来 你肚子就咕噜咕噜叫 假如呢 你是过午不时 或是持栽戒的人呢 你就会中午吃饭 哦 时间到了 晚上呢 下了班 做了工呢 你就讲咕噜咕噜叫 所以你动个念头的时候呢 你就会想吃饭 因为无量节 你要穿衣吃饭 这样的习气 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刚去的时候 你还是会想吃饭的 你听阿弥陀佛讲经 讲一讲 你会想 奇怪啊 中午到了 怎么没人送饭呢 动一个念头 你就有很香很香的锅 锅里面就有饭 然后你就会说 哎呀 我已经到了极乐世界 莲花化身啊 我不是血肉之躯啊 所以根本就不用吃饭 所以叫禅月为食 法喜充满 动个念头 那个食物就不见了 所以极乐世界也没有厕所 为什么 它没有众生 恶业 吃食物而消化出来的 它完全是由你心变现的 所以这里讲宫殿衣服饮食呢 是顺着众生的习性 它所需要的食衣住行 而呢 它的功德呢 就像呢 它化自在天丸一样 非常的庄严 而且圆满 至于极乐世界的菩萨 威德 皆为神通变化 是三千大千世界 很多世界 一切天人都不可以相比的 因为它有百千万亿不可计备的什么 功德而显现的 所以佛告诉阿南说 无量寿佛啊 极乐国土 其实它的功德庄严呢 是真的是不可思 不可义 不能用语言文字而把它形容到 介绍的究竟圆满的 好 看不可思义这两个字 思中国字是一个田 下面是用心去想 你心中有去想的时候 它的心就会有框框 意是指用语言言字 用语言才能够沟通 讲不可思是说 用凡夫的心完全无法推测得到 但是可以证悟得到 讲不可义是指语言跟文字 是没办法穷尽了解 西方极乐国土的功德庄严 好 接下来再看新六二十四页 请翻过来 新六第二十四页 第四行 六宿命通愿 我作佛时 所有的众生生我国者 自知无量结实宿命 所作善恶 语言文虽然很短 但它的意义很深 阿弥陀佛发愿我成佛的时候 所有的一切众生 注意每一院他都讲所有众生 就包含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 他都可以到极乐世界来 生到我极乐世界 莲花化生以后 第一个你会有宿命通 宿命通会知道过去 现在未来 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 无量节的宿命 而且你所作的善事跟恶事 就像录影带一样 你通通都看到道带的 你自己知道自己的 你也可以知道别人的 非常清楚 但是不会尴尬 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是像梦一样 在我们这个世界 阿罗汉最多呢 就是知道你过去五百事 或未来五百事 可是呢 菩萨可以知道你过去 无量无边节 只有佛最近圆满 我想在很多大圣经典故事里面 都曾经说过 以前呢 很多故事就是 有一个弟子呢 他想出家 就阿罗汉呢 帮他观察他 他没有善根 可是呢 后来他就哭了回去 可是在哭了回到路上的时候 佛就说 来来来来来 我度你出家 那阿南尊子就很 跟 不是 加帅尊子啊 跟这些正阿罗汉的 这个圣子就说 佛我们用神通看他 他没有善根 他说 你的神通还是有限的 我观他 无量节 无量节之前呢 在森林里面 一个是个侨夫啊 有一天呢 他被老虎追 那在 那被老虎追怎么办 跑啊 跑到最后一刹那 他看到一棵树 就爬上去 在老虎呢 咬他那一刹那 他念了南无佛 一句 种了这个善根 所以无量节呢 他遇到了释迦牟尼佛 所以佛就渡他出家了 所以可见我们 这个时代的众生 所看到的这个宿命通 随着每个人功夫深浅 是有长短的 那现在有个问题 我们到了极乐世界 看到每一个人的 过去现在未来 干什么 看人家的丑闻吗 知道他的八卦吗 还是知道人家的隐私吗 不是 到了极乐世界啊 你看啊 过去现在未来的时候啊 你才会知道 原来你生生世世 在轮回的时候 阿弥陀佛到处当过你的 六亲圈所过啊 他当过你的老师啊 他当过呢 你的师父啊 他当过你的彭氏啊 他就是来这个 说谋世界 生生世世都度得你的啊 所以五种神通 有两个目的 第一 向上 是了解佛恩 浩瀚 报佛恩 第二 你要度众生 向下 你也要知道 每一个众生的过去 现在未来 举一个例子 你现在拜大悲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观世音菩萨 有感应呢 举一个例子 就像千江有水 千江月 观世音菩萨像天上的月亮 你虔诚拜他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就放光 就像皎洁的月光 你心中里面呢 就要解除了任何的灾难 就像水中的月影 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立刻能够反应 只要一秒钟啊 你就看到了月影 为什么 因为他是由你的心显现的 当云云的众生 不管你是男众女众 不管你过去的身份 现在的地位 你拜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就看到你 过去现在与未来啊 所以神通是来帮助众生的 神通不是来炫耀的 神通不是来满足自己的贪嗔痴的 所以极乐世界的人呢 神通说是广大无边的 为什么 因为你有神通啊 你才会看到原来 生生世世阿弥陀佛 都没有离开我 那时候你会感动的流眼泪 欢喜的流眼泪 你会感觉到阿弥陀佛 生生世世都没有舍弃我 佛恩浩瀚如海 我要报佛恩 你就会发大怨 第二 你有神通 到了极乐世界呢 你回头一看 哎呀 原来我的弟弟妹妹 或是我没有去极乐世界的这个 爸爸妈妈 原来在三千大千世界的哪个世界里 你可以找到他 所以你不要担心 度不了你的爸爸妈妈 对不对 你先去极乐世界了 你回头一看的时候 你就看到 哎呀原来我的爸爸 还在三恶道里面 你看又在呢 某一个国家 专门买马票了 而且呢 还是一直呢 拜一直拜拜拜 观世音菩萨 你怎么都没有感应啊 那你就会看到流眼泪 你看众生难度啊 这时候注意听 你做政务的话 你可以千百亿化身 化到呢 你爸爸做朋友 或是做他的家人 你就可以去帮他 那时候你是大菩萨在来的 你是自在的 可是现在呢 我们要度众生很难啊 我们的家人呢 你跟他讲一句呢 他就顶你三句啊 你去那念阿弥陀佛 夭书心啊 你要我四小 念阿弥陀佛啦 叫他念观世音菩萨 OK啦 接收 你看众生的心 多么分别 是不是呢 所以为什么 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 老实告诉你 后面我大概再讲 不要讲得太高兴 不然统统讲光了 西方三圣是同一个的 阿弥陀佛化现为观世音菩萨 其实观世音菩萨 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在西藏的经典里 就亲自这样写 大悲观世音菩萨 就是阿弥陀佛的 这个大悲心 另外一个显现 观音菩萨跟阿弥陀佛 是同一个人 只是变两个演员啊 来帮助众生的 为什么 因为众生有些 不喜欢阿弥陀佛 有些人就这样 对啊 不了解了念阿弥陀佛 我记得我小时候 念阿弥陀佛就是呢 人出病的时候 再念阿弥陀佛啦 念得很大声 所以我们小时候呢 听到阿弥陀佛 就赶快闪 对不对 还不要冲到 对不对 对不对 我还偷偷看 奇怪有什么冲我们吗 一个都没有 然后呢 我外婆说 就这样子打我 后来我才知道 哎呀 连阿弥陀佛是 无量光无量寿啊 所以听闻佛法很重要 那有些众生呢 他跟观世音菩萨有缘 比方说我的母亲 老实说我母亲 就不喜欢念阿弥陀佛 过年的时候 我就说妈妈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怎么样啊 对不对 人都会老 不要讲老 皱眉头 对不对 中国人很怕 在过年的讲 我说每一个人 都要必经的过程 她说你老妈 会活120岁 跟观世音菩萨 一样庄严的 我妈妈非常喜欢 观世音菩萨 当天念六支大明咒 真的 她天天念六支大明咒 我说那很好啊 那你要精进啊 可是你要修到 像观世音菩萨这样啊 那你要很用功 很用功 清静庄严 累结修啊 知道吗 所以我的母亲就不喜欢阿弥陀佛 她喜欢观世音菩萨 所以我也拜观世音菩萨 希望观音菩萨度她 所以每个众生的缘不同 好 看回来这一页 神通的目的有两个 再讲一遍 一 上报一切诸佛的恩德 二 下渡一切六道众生 你可以自己写 虽然我准备了很多讲义 但是我并不要 一个一个字都把它抄完 留一点功课给你们做 你才不会睡着 我再讲一遍 上供一切诸佛的恩德 下渡一切六道众生 神通的目的是这样 不然你神通做什么 有些神通是来炫耀别人的 这是不对的 接下来再看 心五 七 天眼通愿 它只有一句 皆能动事 事就是看 动就是可以看穿的意思 没有障碍 心六 八 天耳通愿 它可以彻听 换句话说 西方极乐世界的西方山圣 跟莲齿海会菩萨 都可以听到十方一切的音声 知道十方过去现在未来之事 假如阿弥陀佛发愿说 假如我不这样的话 我就不成佛 所以它叫天耳通愿 第七愿叫天眼通愿 那既然叫做彻听之十方 现在十方去来现在之事 那请问阿弥陀佛知不知道 新加坡念观祭堂今天讲经呢 当然知道 谁在打瞌睡他也看到了 谁在很专心他也看到了 真的 阿弥陀佛的确看 那你说为什么可以看得到 我先举一个例子给你 后面有讲 极乐世界啊 树跟树之间透明的 像一个镜子一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你的家人 注意听啊 很重要 注意听 我们很多人在断气的时候 都舍不得家人 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你的家人 跟你一起离开了 你觉得你不想离开你的家人 为什么 因为你舍不得放不下 所以 你就会看到你 我估设你